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天 前幾天,美國有生物科技公司 將第一批新冠肺病毒的疫苗 試驗性的疫苗,已經送到有關當局 準備做人體測試 究竟為什麼會這麼快呢? 會跟大家談一談 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傳統疫苗的做法 首先我們有一個病毒 這個病毒很簡單 裡面有一些遺傳物質,有一個殼 殼表面有不同的抗原 其實都是一些蛋白質的東西 一個是圓形綠色的 一個是三角形紅色的兩種抗原 如果看過我的影片都知道 因為病毒離開了人體,不能复制 如果你想要多些病毒來做疫苗 你就要有一個媒介 即是有一個活的組織 可以培養出來的細胞 可以用雞蛋 給它一個適合的環境 我們就會養了很多病毒出來 我們不可能把原本的病毒 放在針放在人身上 因為如果照樣打下去的話 就會產生同樣一個病 通常我們只是選擇病毒的一部分 譬如這個病毒 我們就選擇了三角形的抗原 只是紅色三角形的抗原 分離出來 就放在針上打到人身上 這些抗原就會刺激免疫細胞 分泌一些Y字Y字的抗體 這些抗體就會走來對付病毒的抗原 當這個人身上有了這些抗體之後 下一次如果真的有病毒走進來 就會第一時間去對付它 就會有一個保護作用 但這個過程非常繁瑣 而且要很多時間 很多時候軟水救不到近火 最經典的一個例子 就是2009年 H1N1的流感大爆發 那次的流感大爆發 疫苗經過過程上市 來得太遲 疫苗上市的時候 病毒已經傳得七七八八 即是已經很少有病人 我記得當時我診所買了很多 但完全沒有人打 我記得大部分都是調了 浪費了很多錢 傳統疫苗在疫症爆發的時候 作用非常有限 今次這間美國生物科技公司 他有一個新的方法 非常聰明 他將病毒的遺傳物質 拿出來 因為遺傳物質 正常在人體細胞 他會經一些中間指令 中間人 我們叫做mRNA 他經這些mRNA 從而製造抗原 製造病毒的組成部分 包括三角形 圓形的抗原 他的做法是製造 一些mRNA 他不是全部製造 因為如果全部mRNA 都製造出來 最終他在人體裏面 就製造整個病毒 引起病 他就選了一部分 例如只選了這個 紅色三角形的抗原的mRNA 他用這個紅色的mRNA 製造一個預防針 當這些mRNA的指令 打入人體之後 他就會叫我們的人體細胞 幫他做一些 紅色三角形的病毒抗原出來 這些抗原走出來 很明顯會刺激我們身體的免疫細胞 做一些抗體來對付它 所以說 其實N-Result的結果 跟傳統的針是一樣的 都是產生一些抗體 從而保護我們 當有真病毒來的時候 就不會染病 但是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快很多 還有便宜一些 我當然希望這個新的疫苗 是會成功 但是因為全新的東西 其實都很難估計 醫學的東西很難以預測 也是審慎樂觀 他用42天就可以 將一個實驗性的疫苗 推到進入人體測試的階段 就相當快 大家可以比對一下 譬如當年SARS的疫苗 都要20個月了 最後也提一提 美國方面 已經決定了 在100個鑽石公主郵輪上 確診的病人 去測試瑞德西韋的效果 這當然是好事 我們都期待他的結果 快點出來 希望這個藥真的會對冠狀病毒有效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